台湾市议会目前正在进行交通地震业务咨询 台中市公车路线重叠率高的问题一直让人诟病 以整个台中市189条路线来看 台湾大道就有36条进 30条出 还不包含国道客运 议员何敏诚建议应该多利用环线设置转运站 所以如果能够用内环中环外环这环状线 你根本不用开了这么多公车路线 在这一条台中港路线重叠全台中市 基本就是189条公车 今年台中港路线36条进 30条出 还不包括国道客运 另外交通局民年度也编列预算 将沿着BRT缆线建制i-bike议员也提出看法 你今年编5千万 每年也要编5千万 你用一页 你一页我给你高级 你只要一台3千块要不 你买一台要买到往那边去买2千块而已 你往那边自行车运动 不然会煮得不胜 你知道你这样会买几台吗 我希望啦 建议是这样 最不需要60座啦 60座 每一座大概25辆车 隆重咧 隆重好朋友要亲口台周围 就是车辆要好 车辆如果是一个比较差的车辆 在维护成本上 还有在使用者的认知感受上面 都会比较不理想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复制 以及精进台北的经验 而今年第一届大安欢唱音乐季 短短两天创下6万3千人次的游客率 未成绩已久的大安带来观光人潮 议员吴敏纪肯定是否用心之余 也拿出看板 让市府主管们看看 其他县市对于海洋音乐季的预算 以及效益 台中市到我们新北市来比较看看 新北市以内计2013年 他是编列了3760万 3760万元的经费 有多少人去那里参观 一百万的 超过一百万的 要来留着这些相关的这些局长 冠军把周边的道路拓宽得好 停车空间移动得好 我们希望未来台中的大安可以跟 北共苗南墾丁来三组鼎立 成本台湾三大海洋这个盛世之一 针对议员的建议副市长黄国荣也表示 市府目前正努力净化大安海水浴场的水值 预算通过之后 明年度会开始整修设备 希望能够有效带来观光人潮 远军台中采访报道 明年度会开始